没想到啊,万万没想到,2024年美元加息最大的杀猪盘,竟然是日元?难道日本这回在劫南逃了?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这几天日本的头头在美国卑躬屈膝了?这是求老大手下留点情啊。问题是,面对如此肥美的日本,美国大空头们会留情吗?最近,美元不降息一场作妖,引发了多少恐慌。 但是,很显然那些跟美国在经济和金融上越紧密的国家,受伤害的威胁越大。最近几天,市场上已经传遍了,美国空头正在大举收割日元,这是有点蹊跷啊,不是说好了盯着咱们吗?怎么突然掉转枪口攻击自家小弟了?事实上,在这一场全球范围的资本狩猎游戏中,作为美国亲密盟友的日本和欧洲并不存在免死金牌,反而更加危险。 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讲,美国的大资本家才是联邦政府背后的影子政府他们不但不受美国政府的支配,反而是真正的主导者。 他们只想收割世界财富来进步,解决自身的危机,再次安然度过难道观。 因此,他们很少考虑政治因素,不管谁是美国的盟友,只要目标足够肥美,而且送到嘴边了,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一口吞下。 所以,美国的资本家正在大举收割日元,这在逻辑上没有任何问题,心理上更没有任何障碍,而且现在美国人的时机特别好,肥美的日本已经送到他们嘴边了。 目前,这场规模宏大的收割盛宴是什么情况呢?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先说简单一下,做空日元是怎么回事。 举个例子,日元汇率140的时候,空投机构先借140日元,卖出去换来1美元。 然后再联手砸盘,日元猛跌到150,空投用1美元买入150日元拿去还,这不就净赚了10日元吗? 如果你把这个数字扩大上一倍呢? 那不是就赚翻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在日本借钱是不要利息的。 如果日本央行把日元隔夜拆借利率加到5%,利息就赔惨了,空投就损失惨重了。 所以,简单来讲,最近日元加息没有升值,反而惨烈贬值,主要是激烈做空引起发的。 日元跌得有多惨呢? 4月10日下午,跌至1美元对153.24日元,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美国空投盯上日元,可不是这周才有的事。 早在4月2日那一周,杠杆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日元空投金额增至148388份,这是自2007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实际上,日元被做空,日本也不是没有办法,有人说是枪顶脑袋上了,只能任由他去了。 有人讲了一个故事,说是2023年12月,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以违反政治资金规政法为由,对日本内阁的两个派系,安倍派事务所和二阶派事务所,进行了突击搜查。 这个特搜部是二战后美国接管日本时,迈克阿瑟对涉嫌贪污的日本官员进行调查的机构,号称CIA日本分部。 这种情况,日本官方也只剩下打口头仗了。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公开表态,日本正在密切关注外汇走势,希望采取适当的对策,将不排除任何政策选项。 日元太惨了,我们怎么样了?我们始终相信,如果能割得动我们,美国人更加不会留情,所以死盯着我们,这是肯定的。 那么,美国人怎么始终没有对我们动手呢? 我们之前讲过,收割不收割的重点,不是房地产有多惨,更不是股市爹妈了,而是人民币汇率,这才是最核心的战场。 因为美元要进来,得先把人民币打到贬值到地板上,搞不好在汇率上就是20%甚至30%的转头,而且操纵和做空汇率本身,才是最大的收割市场。 至于收割股市和房地产,那不是空头们的事,更多是基金巨头和实业资本们的事。 而且,中国的股市和房地产,那是相当的不好搞啊。 中国的国有资本是全世界唯一能够与美国资本匹敌的力量,打起阻击战来,美国的资本家搞不好就要脱层皮,毕竟有1998年香港的粒子摆在那。 所以,美国资本要动中国,必须得有汇率加持才有把握,也才敢动手。 但是,这人民币的汇率稳如泰山啊,2023年一年才贬值4.55%,是美元加息背景下全球最稳定的货币之一。 最近空头试了一下进攻离岸人民币市场,我们直接把隔夜拆借利率加到6.3%了,空头们落荒而逃,你看我们比日本厉害多了。 但是,毕竟压力传导过来了,最近人民币也在贬值,但是你看那曲线啊。 慢得像蜗牛一样,目前已经守住了重要关口,基本稳定在7.2左右。 当然了,美国大空头正在日本肆虐,对于我们来讲,警报仍然没有解除。 美日非峰会后,马克思称将与华对话,中国可继续对非投资无需担心。 据观察者网4月14日报道,美日非峰会期间,非总统马克思在新闻发布会上对中国方向的投资表示欢迎。 马克思声称,中国可以继续进行其有意展开的各类投资, 美日非峰会内容不影响中国在非投资,不会对中国投资构成任何影响。 马克思还称,美日非峰会期间形成的协议内容将改变南海局势。 访美过程中,马克思还与美房长奥斯汀会见,获得美方会继续对非支持的保证。 马克思相关表态颇有些想当然的意味,中国对非投资以基建等实体经济投资为代表。 相关投资具有的特征是,需以国家间的充分互信为基础,投资回报周期长。 马克思在过去一年至今的一系列做法,使中国对非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基础出现崩塌。 基础结构受损,难以避免导致上层建筑无法维持。 中非经贸从可替代程度上看,中方是握有主动权的一方。 非香蕉、榴莲等农产品对华出口,中方在东盟内有一系列可替代进口来源。 中国在非方向的进口缩减,可以成为在中南半岛方向的进口增量。 当下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均建立了命运共同体关系,并在推动中老铁路、中缅经济走廊等连通通道的构建。 如果非方一意扩大南海纷争在中非关系中的比重,中国的市场机会将对应对非缩减,对东盟其他国家扩大。 类似的利害关系形成后,非方将在东盟陷入进一步的孤立局面。 当下美国推动非亲美势力在其国内散布反华舆论情况下,中国对非扩大投资的窗口基本关闭,对应的投资风险难以忽视。 对于中国对非电信、基建投资、非相关势力顺应美西方口径、鼓吹中国风险论、中国威胁论。 这一歪风不刹车,中国对非投资的意愿难以遏止出现下降。 当下全球经济分布中,有能力对外进行实体投资的经济体居于少数,寻求通过外来投资扩大增量的需求方式多数。 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孵化平台,是中国向各国进行工业输出,为其带来工业化机遇的过程。 非方疏远中国,同样疏远中国带来的机遇。 具体场景中,非方寻求的美国投资无法对中国替代。 具体表现有二、一、美国不对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国家扩大市场准入。 无论拜登还是特朗普,贸易保护、扩大市场壁垒均是美国当下经济政策的特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战期间,菲律宾曾受益于美国带来的资源输入及市场需求, 非首都马尼拉一度成为亚洲头部城市。 当下的美国,其资源配置优先服务于国内,已丧失了越战期间类似的资源输出能力。 美国推动的印太经济框架因不涉及实质的关税减让面临无疾而终。 以中国为中心的RCEP协定是菲律宾在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框架。 二、美国的经济输出方案不合于菲律宾当下的发展状态。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不久前率谷歌、微软等头部媒体访飞,做出再非投资规划。 此次美日飞峰会期间,三国发表屡送经济走廊规划,计划增大再非半导体投资。 美飞相关规划看上去具备吸引力,实际操作中则缺乏实施空间。 高精尖工业体系的建立发展需要高组织度、执行力的人力资源为基础。 除欧洲、北美外、西方推动的高精尖产业分工只在日、韩、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取得了突出成效。 相关区域均为中华文化辐射区、当下的菲律宾欠缺承接美国半导体、清洁能源规划的经济及人力基础。 相较之下,中国投资同非方当下的发展阶段吻合。 但非方配合美国计划南海局势的做法,使得吸引中资入场当下是非方的一厢情愿。